虽然世上只有妈妈好 但是其实当爸爸也不容易 好像我们这种当父亲的 简单吗 你们不要这样嘛 不要只是歌颂妈妈好不好 爸爸也很辛苦的 祝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大家辛苦了 加油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19日 星期日 先让我们关注今日头条 男子与妻吵架 放火烧屋灼伤自己 一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屋主 与妻子发生口角后 放火烧掉住家 自己也被严重灼伤送院 根地尧警区主任 诺拉菲达夫警监指出 警方昨晚17日 接到民众投报 甘榜罗东一间屋子是火 动员前往调查 初步调查指出 62岁屋主与妻子发生口角 一气之下放火烧自己的屋子 屋外一辆车也遭殃 他说 屋主纵火石被灼伤 烧伤面积大约40% 沙东仍列两级旅游警告 阿里芬说 将与指挥区商加强保安 沙巴旅游 文化及环境部长 拿督杰菲利阿里芬表示 他下周将与沙巴东部 特别保安指挥区商讨 探讨加强沙东保安工作的事宜 他说 上述举措是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沙巴 尤其东海岸一带旅游观光 而且政府也会确保沙巴治安处于受控的情况 他了解有国家对沙巴东海岸发布旅游警告 因而会透过加强沙东保安工作 即相关国家能撤销对沙东的旅游警告 杰菲利今早主持山打跟一记之近 资讯看板节目里后 授寻一些国家维持对沙巴东部 发布旅游警告仪式置评时 像记者这么表示 连续两天破百 密接着新力量在飙升 人口密集县区密切接触者确诊心力增加 促使沙巴昨日新增127宗冠病 单日确诊病例连续两天破百 沙巴冠病事物发言人拿督马西迪披露 迹象显示密接者病例在上升中 若接下来有更多人与冠病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 预测每天的确诊心力将会倍增 他指出 亚比昨日新增32宗 其中10宗患者为密接者 同时病难帮一半的新力来自密接者 莲花竹突然焚烧即自灭 病难堂火结玄乎 亚比病难堂内宫桌上的莲花竹 昨日凌晨时份突然起火燃烧 索性火石之后神奇地灭掉 令这场火灾有军无险 没有烧回庙宇其他范围及神像 这起事故是于昨天凌晨约30发生 从庙里并入电视片段可看到 火石一度相当猛烈 且持续燃烧约一小时 直到凌晨40时许自己灭掉 病难堂主席贾碧丹李洪武 昨日向记者指出 根据闭露电视片段 火石是由大唐右垫的莲花竹引起 从起火燃烧至灭火都无人知晓 直到苗主今天清晨推门进苗才发现 他表示 置放莲花竹的白钢贡州被熏黑变形 地砖爆裂 两旁神岸和柱子都被熏黑 悬挂在上方的红灯笼须也被烧断 插播一则广告 拎走咖啡 您完美的选择 先让我们关注一则政治新闻 明星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毅表示 该党较大可能独自出征来接大选 至于结盟的事宜 则大选后再是情况而定 他指出 该党现阶段想专注在强化党内部 有一些党已联系他商讨合作事宜 不过他告诉对方先等一等 最后 让我们关注一则山打登新闻 沙巴旅游部争取两国航空公司 开辟飞行直飞根航线 沙巴旅游 文化及环境部正在向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航空公司 争取扩展直飞山打根的航线 大力推广山打根观光业 旅游 文化及环境部长拿督杰菲里阿里芬表示 他之前曾与菲律宾亚航首席执行员商讨 以吸引该航空公司扩展从菲律宾 如三宝言 纳某急速物直飞山打根的航线 他说 他早前也与新加坡其中一名高级部长见面 建议新加坡航空公司扩展从新加坡直飞山打根的航线 并获得正面反应 扎巴星舟为您报道